还有一个事我就纳闷了 你说一个修缴的哥们 话的话 那不也是鸡眼样吗 哪儿好啊 有什么值得西安的 你这人说话 能不能留点口德呀你 不是 这工作 那你怎么不去呢 我去 我给他打磨 姥姥 他们家祖坊 就没长这颗耗子 我告诉你 这哥们叫赖昌东 外号赖大鼻涕 小的时候旧号跟我屁股后的混 比我还大一岁 哭着喊着要给我当警卫员 我都不惜地搭理他 别看他现在人无人流了 过两天我带你去见见他 我当着所有人面 我叫他一声 我说赖大鼻涕 他照样对我毕恭毕敬的 信不信 是吧 就吹吧你 走吧老板 走 马大工程师 您辛苦了 这是您的酬劳 您看看对不对 没想到真给我了 那是 多少钱啊这是 五千五百元整 五千五 对啊 不对吧 怎么会不对呢 你不会是记错了吧 还差多少啊 不是差呀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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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五百块呀 这怎么会呢 看你没有这一项 这一项你肯定是算重复了 要不然不可能多五百 多了 那这样呗 你帮了我这么多 对不对 就当是我给你一点心意 好不好 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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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退给你 别呀 你就拿着吧 别跟我客气啊 你别去 小花 我做生意都是明码标价的 以前所有的钱 都是提前谈好 差我一分 我不干 要是多了 我也不占便宜 不信的话你想一想 咱俩从合作到现在 我哪回占过你便宜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 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拜拜 好 我哪回 太多了 干杯 我接个电话 亲爱的 我想见你 什么事 电话里说吗 我想当面跟你说 我有事 走不开 我不管 你必须来找我一趟 你要是不来 我就一直等着你 等到你来为止 那在哪儿见 去一个好地方呀 不是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还把地址发过给你啊 我手机出问题了 信息找不到 你这个臭小子 我的事你就这么不上心是吧 算了 别料你一次 我等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那好吧 我这边完了事 以后我去找你 拜拜 拜拜 怎么打电话打这么久啊 王总刚来给我打电话 前两年他让我准备那份文件 说明天早上要用 不管他 明天再说 来 我们喝酒 来 这么重要的文件 我愣是给忘了 那 那怎么办啊 没事 咱们先喝酒 然后晚上回家熬一宿 估计应该能写完 你还是先回去吧 那那行 不不不我不走 没关系 早点回去 早点写完早点休息啊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 待着多无聊啊 没事 你就先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你回家以后给我打电话 好吧 好 注意安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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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pıl for 阿信 烦金 麻烦我先走了 不准偷看啊 看着 好 怎么样 不错 真不错 不错吧 刚租的 什么刚租的 这是我买的 你发什么愣啊你 以后我们就可以幸福地 生活在这里了 好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小语 我 等会儿 我是想给你个惊喜啊 是 是很惊喜 买房子 装修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跟我说 我问你 钱哪儿来的 小语 你之前 行 我知道 我是个穷鬼是吧 你就让我买不起房子是吧 所以你买房子 你装修 连说都不跟我说 你什么意思啊 你拿我当什么 你把我当什么了 小语 小语 你听我说 我不是别的意思 这钱是我自己挣的 我是省吃减药的钱 我没跟你说 是为了给你个惊喜 你怎么就那么不理解我呀 你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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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 我就是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攒够了钱 买一个大房子 然后漂白亮的把你娶回来 给我当媳妇 是我误会你了 我那些话都是气话 你别往心里去 好不好 小花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真 真不讨厌啊你 谁是你媳妇 真烦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不准给我发脾气 你知道吗 我保抢 我保抢 你承认得好眼啊 行了 我去给你烧点热热水 给你泡茶喝 你会中文吗 中国话 你跟他们说 今天就结束了 回宾馆 住的地方 那个 那个 不是 你能听得懂我说话吗 这个 没有了 不是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 这不是 这不是导游吧 说话 你听不懂吗 不是说美啊 去看看啊 哦 就 就 妈 我 可我帮你 嗯 是 没有 有问题吗 是 我有问题 大姐 您会说英语啊 对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您是我救星啊 嗯 是这样的 我是带队的 今天啊 是胡同一日游 我又不会说英语 这个时候啊 突然英语导游走丢了 怎么连语都连语不上 我急死了 哎 要不您给她们说一下 说今天活动就到此结束了 改天给她们再补就是了 嗯 可以啊 就这话啊 嗯 再回到你的酒店 休息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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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想多看点地方吗 是的 他们想多看点地方 哎呀 你去带她们再去转转呗 辣东西 我哪儿会呀我 哎 要不 嗯 我带她们去转转 啊 大姐 你行吗 这可不是普通的翻译 这其实是文化 没事 我这个地方吧 我还挺熟的 再说我以前在文化工干过 啊 还懂一点这方面的事 我去试试啊 好好好 好 那好吧 来 我带她们 行 好 我有新计划 那我带你去看 一些很好的地方 好吗 我们要去互通的旅行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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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去吧 好 好 我 我挺冷了 好 好 来 来 去吧 真不得了啊 老赵 我带她们去转转 我待会儿就回来 好 好 好 少爷 少爷 我带他去转车 他来了 我们去馏 再二回来 这温度有点 你还怎么有点 还不得了 你在那里 天女人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的 我爱你 向下 不得了 你 我也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先怎么着挂了啊 嗯 拜拜 老夫接电话 喂 姐夫 什么情况 三马 我跟你说情况很严重 我必须马上见到你 我有事有关 凡事联系你成吧 我跟你说我必须见到你 我的老地方 我等你啊 好 怎么样 我的房子不错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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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致雅致 那你这品味越来越好啊 这款感觉你解决了 你真喜欢人家 这个装修得不错耶 这么好的房子咱爸看了吗 没呢 估计啊 爸不高兴咯 干嘛不高兴啊 还能因为什么 因为我事先没跟他商量 你把这房子买了呗 你甭听长大的啊 咱爸向来口是心扉 你听我的 你看啊 你这第一呢 先买了一房子 然后紧接着二伙姑娘该出嫁了吧 咱爸不高兴才怪呢 说什么呢 我自愿意听这么说吧啊 不是你那会儿对咱爸一见诚 说咱爸一见诚了 好 有什么吃的没有 我饿了 我家要你去拿 不是 你怎么不接啊 不要接 还能是谁啊 死变态 不是 你跟我姐夫还没好呢 好不了了 你知道吗 能不能现在学会跟踪我了他 他 什么 他跟踪你 不是他为什么跟踪你啊 钱的 我亲姐 你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你也不信任我 招我是吧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我说作话呢还不行吗 我是说啊 你今天真没啥事 有事啊 到你这儿溜溜的 被你气走了 别这样嘛 你陪我去买点东西吧 我不去不去 姐 你就陪我去一趟嘛 顺便借点钱还吧 借钱 没有 药病也没有 用钱找你们大妈妈姐去 不是 姐 我跟她要的着吗我 快 你怎么那么奇怪啊 她是你男朋友 你用钱不找她找谁啊 那好意思找我张口 姐 我跟您说一个事呗 说俩事都成 劲儿借钱没有 姐 姐 其实 其实这马文杰 她不是我男朋友 嗯 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对 以后你们结婚了 不就成你老公了吗 是这意思吗 我说的不是这个事 她 其实她是我雇来的 什么雇来的 什么爱情买她的这是 就是她是假的 是我花钱把她雇来的 明白了吗 赵小花 这 这怎么回事这是 你给我说了怎么回事 不是 姐 我是没办法呀我 这你没办法 你也不用这么干呀 你这咱妈知道了 咱妈气死咱妈 能饶了你吗 姐 你可帮我想想办法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帮你想这么办法 我这一分子管都头大了 不是 你要不帮我想办法 爸还不得骂死我呀 你想想办法 你现在害怕了 你当初你干吗呢 我说你什么好 我 我我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就好了我 你怎么来了 你开完会了 刚开完 怎么样 最近工作顺利吗 还行 就是有点忙不过来 你等我一分钟啊 嗯 你还是要做什么 你还行 还行 请假不合适吧 你就甭管了 你就说你想不想去 我 请假的时候我来 交给我吧 姐 这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还有什么情况是姐不知道的 都一块儿说了吧 我发誓 姐 我都跟你说了 就这么些 还就这么些 你还嫌少啊 关羽那孩子 你觉得靠得住吗 靠得住 他跟满文杰可不一样 我们俩上大学的时候就好了 他上研究生 还是我自住的呢 您这隐藏得够深的啊 我就说嘛 那会儿都上班了 怎么还不往家里交钱 一到晚都吵我哭穷 我这跟咱爸反应 咱爸说我小肚鸡肠 合着 您这儿都倒贴白眼王子了 姐 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想什么办法啊 我现在头还大着呢 别急 别急 我想想 是吗 画儿啊 这关羽平时对你好吗 挺好的 挺好的 那你们俩好这么长时间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结婚的事啊 这不我们两个 还没来得及商量呢吗 他现在工作忙 我一天到晚也找不着他人呢 因为忙就找不着人 怎么听你说这话 感觉这孩子有点不靠谱啊 小花 她不是以忙为借口躲着你吧 姐 你胡说什么呢 人家这么工作忙 人家敬业这是 行行行 你别跟我气 知道你不爱听 但愿她是你说的那么好一人吧 小花 你跟关羽这事可不易再拖了 得赶紧让咱爸知道 说一天我倒可以 再帮你打个圆场 但是关于这孩子肯定没在啊 嗯 还有 姐 姐 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必须提醒你 现在什么事都比不过你们俩事大 她再忙 你也得把她拖出来 把这事整个阴脉 知道吗 别犯傻 至于咱爸这边怎么说呀 我再想想 反正现在手头最要紧的 是你们先把这事整清楚 我知道了啊 姐 潘 LI贵 关羽 接 喂 笑玉 花 我 我一时半会儿找不了你了 不是 你想想办法呀 我这实在是走不开 那我不管 反正我等着你 你必须来 就这么着 怎么样 来吗 怎么样 来吗 你看 是不是就把她叫来了吗 姐 你可得帮我 你们俩见面 说的时候得好好说 别碰碰碰吵起来 这事不宜着急 怎么办 好了 跟大都才交涉完了 我们走吧 琳琳 实在对不住 我不能陪你去了 怎么了 那个 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事 我给忘了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是 我要给那个车祸家属送钱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别呀 不合适 到时候弄得气氛怪尴尬的 还是我自己去吧 我没关系 我陪你去啊 琳琳 其实就 我寄个电话 喂 天宇 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可以了 可以 但是我那个办完事得马上回来 因为下午还有事 知道了 那个 咱们去哪儿吃啊 你来订吧 把它订好了告诉我就行 行 那一会儿见 再见 你看 又打电话催了 而且情绪非常不稳定 还是我自己去吧 这种情况你出现了 反而会有不安全因素 那好吧 那你自己小心点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的 你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好 照你刚才这么说 你们俩的关系可就差上床了 什么你上床了呀 你说他那么恶心 医时就不是那种人 还医时 你叫他可真亲戚 他不是男人呢 你别跟我贫啊 你小小年你懂什么 你瞎说八道 瞎说 不是 你怎么不接啊 谁 谁 谁 不想接 我姐夫 不是 你不接 他不是更怀疑你吗 他怀疑什么 怀疑怀疑不又没事 不是 你姐你怎么能这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不接吧 他打我这儿来了 不是 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 真跟踪你啊 我跟你说他现在变态了吧 喂 姐夫 小华 你在什么地方啊 我在新家呢 怎么了 爸让我通知大家 今晚上都回去吃饭 你可别忘了啦 我知道了 行 我一会儿跟我姐一块回去啊 你姐跟你在一块啊 对啊 那你让她听电话 那个她在洗手间呢 不方便接 反正我们俩一会儿 一块回去嘛 你当面跟她说不就完了吗 那好吧 记得不要太晚哦 行 我知道了啊 姐夫再见 一堆废话 你这是干嘛呀你 我姐夫是老实人 她瘦得了这个吗 你甭替我操心了 那么那么好心啊 还好好想想 中午你跟关羽见面 你们俩的事怎么摊牌子 还叫摊牌说那么难听 正好 你陪我一块去飞 帮我把把关 这事我怎么能去啊 这是你们俩私事 不能有外人在场 这何况我还是娘家人 你别傻呀你真是 小马 你看你真是 你为什么总是迟到呢 我们不是等你等了半个多钟头 师父真有事 你别管迟到的事 赶紧说说啊 你今天怎么样了 太让人生气了 现在小红是越来越放肆 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好 好 这还好啊 当然好了 你有这么大气 就证明你跟踪有结果了 说说跟踪怎么样 没什么结果 不是 我跟你说跟踪这办法用不冲 不是怎么呢 你说这几天吧 小红到哪儿我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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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都跟不上他 他都把我给甩了 我后来分析出来了 我是暴露了 不是李全啊李全 我真想冲你 我告诉你 不不不 你不是 你就这点事你干不好 你不不不不 我这不是你没经验吗 算了 从现在起咱不跟踪 变招 变什么招 我敢接你去 记住了啊 洪姐下班的时候 我就在门口等你 我不让你跟那个孙子见面 就怎么办 那不行 不是又怎么了 你看我都这么多年没接过她 忽然这会儿接她多傻呀 姐吧 这就是你跟洪姐出现矛盾 导致她红性出强的主要原因 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没去接洪姐 所以洪姐现在能跟这个孙子 有可乘之机两个人见面 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那我就去试一下吧 不是试一下 是必须这么干的 听好了啊 该买花买花 该买东西买东西 两个人搞得跟初恋一样 我就不信 这孙子还能 你等会儿 弄得像我求她 我求她 我求她 再说一遍我就抽你 不要媳妇了是吧 那不要媳妇就算了 你不要媳妇回来吧 你看我求她 我求她 明白这意思了吗 我明白了 我我回去好好酝酿一下 能干吗 能能能 没事了吧 没事 对对 花人想起个事啊 你看 你看一喊呢我就忘了 咱爸呢 让咱晚上回家吃饭 你一定要去啊 千万别迟到了 这样喊啊 那个 咱爸确定叫 确定 咱爸专门跟我说 你一定要跟人小马正式通知啊 我算是正式通知你了 得啊嘞 晚上我肯定等 好 那什么 今天我请你喝茶 好好好 走走走 不会出什么事了 咱在这儿问谁呢 还有谁啊 你冯仪 啥这么大岁上 多一会儿响啊 咱们情感够丰富的 瞧你这德行 我就是请冯仪晚上 跟咱一块儿吃饭 明明明明明 都明明明明 明白什么呀 又肉瓶发紧了吧 别别别别 你老打针去 赶快 赶 来来来 情感太疯了 脖子碎了 吃啊 没事没事 吃着你 多吃点也能幸福 来啊 来来来 尝尝我们这儿的特吃菜 麻烦您还亲自上菜 谢谢啊 客气什么呀 常来啊 好 乱用 好嘞好嘞 尝尝这个菜 小语 你看 你最近工作这么忙是吧 我想啊 你干脆就搬过来 跟我一块儿住 这样呢 我也能照顾照顾你 是吧 房子是不错 但是 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了 交通不方便 那也是 好吧 那我就先允许你过一段 单身的日子 在结婚之前 但是说好了啊 赶紧准备结婚 我已经查过了 我已经查过了 下个月出发是结婚最好的日子 咱们就出发结婚吧 好不好 这么快啊 还快呀 大哥 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了吗 再等我就成老太婆了我 结婚这么大的事 怎么着咱俩得商量好了呀 你不能一个人说定就定啊 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你不同意啊 我还没考虑好呢 你还考虑什么呀 你不想跟我结婚是不是 你看你又来了 我就是我得考虑一下时间安排啊 小语 小语 你不高兴了 小花 结婚这么大的事 我觉着咱不能太着急 再说了 我这儿还欠了一屁股债 工作也不稳定 你现在说节就节 这日子怎么过啊 不能老让你一个人扛着 债你还 房子你买 那我一个大男人 这事有点说不过去啊 这有什么呀 小语 你想太多了 大不了咱俩出去上大街 卖豆腐去 行不行 你别想那么多啊 这还有我吗不是 我就是觉得 咱俩好多条件都不具备啊 你看 你家我也没去过 你家里人我也没见过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有我这个人 我就这么说节就节了 再说了 这种事不能着急 欲速则不达嘛 关小语同学 你还怪我了是吧 是谁呀 退散祖司的 不肯去见我爸 谁啊 谁啊 你自己说 那不是工作忙吗 老是阴差阳错了就就 你听我的 咱们慢慢来 不着急 啊 回来了啊 今儿怎么这么 这孩子 合友 你小的料酒买哪儿去了你啊 是我 回来了啊 怎么了 脚怎么了 这斜磨脚走太多路了 太锁了 辛苦 辛苦辛苦辛苦了 今儿把那帮大老外 都给震住了吧 还好 他们呀 挺配合的 那个领队的啊 事后对我是千万谢的 还非要给我五百块钱 作为酬老 我没要 那干嘛不要啊 这是你辛苦钱 不要白不要 我也是那么想的 所以就更不能要了 不过呀 他说呀 他们公司要招一批高素质的导游 嗯 说让我去试试 我一看那名片啊 真的是一家大公司 哎 我就心动了 拿了个报名表回来 你要干导游啊 嗯 那你这大老板干导游 那大财小用了 你不知道 他们招的是高级导游 很难考的 我指不定还考不上呢 再说了 我现在都这样了 还什么大财小财的 能有个工作也不错了 对吗 对对对 这这话也对 天生我财比有用 是吧 那我提前祝你顺利通过考试 李全 你过来一下 干吗 有话跟你说 李全 咱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反正再这么过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你想了很久了是吗 是啊 我不想离婚 可我不能一直这样过下去 你给我时间我会改变的 不用了 我已经不抱什么信心了 你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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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给你手机充点电 我问你干什么呢 我想给你手机充点电 你干什么呢 我看第三者是谁 以后你别一口的小房子了 好像你多老实 对了 我呀 还有事想麻烦你呢 什么事小虎 她逢一 你知道过两周啊 我就要考试了 你说这个外语对话吧 我没问题 可是这个导游知识 那我可就不行了 北京你熟 你给我补补课吧 行 打明起 咱们把北京所有的景点都转变了 咱们听听专业导游怎么讲的 那么多不合适啊 那得耗费你多少时间啊 行 没 没关系 现在我除了时间 什么都没有了 正好顺便 我要趁机拍点那个别的东西呢 那好啊 那咱们俩说定了 好啊 我等着你叫我啊 好好好 陶芳姨 今晚上孩子们都回来 我们吃个饭 你也过来吧 咱们一块聚聚 好吧 别了 那个姓马的坏小子呀 再给我灌酒 我现在可不想死啊 还不敢 他不敢 他不敢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 谁是星期五啊 还 还我想你 星期五才那周末你知道吗 管不着 吵什么 我说过多少遍了 沟通 沟通很重要 不会好好说话吧 有什么事屋里说去 我跟他没什么可勾的 是啊 你是勾没勾 你咋勾到别人了 说清楚啊 有啊 没完的还 你先说 怎么回事 我跟他今天正是个二分天 什么 你还真要离婚呢你啊 看这也过不下去了 你就离呗 也不算什么事 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你啊 你这是逼我死啊你啊 爸 他要离婚没手 我也死了 我吃没气 你这干吗呀 我结婚你离婚合适吗 放心 会等你接完再离的 你跟关羽那事怎么回事 赶紧定下来呀 别让我老等着 一天都不想多等 烦死个人 不是 这不关羽嫌太仓促嘛 想等等再看 那也抓紧 爸 等等等等 你说谁 关羽 关羽是谁呀 你怎么还嫁给他呀 你还不如嫁给张飞呢 你这不说胡话呢吗你啊 小马怎么回事 爸 对不起 我骗你了 骗我 其实马文杰 他不是我男朋友 关羽才是 不是 不是 你这不乱来吗你啊 哪有换这么快的呀 你这是人家情感荡儿戏 你知道吗 爸 我没荡儿戏 我们俩上大学的时候 就好了 我就这一个男朋友 真的 您相信我吧爸 那 那以前怎么一直都没 以前 关羽他不是出事了吗 他进监狱了 那这真的是个意外 但是他表现好 现在提前释放了 老改犯的 那小马是谁呀 小马 他不是我过来的吗 不是您妈非逼着我要相亲相亲的 我 爸 爸 别别别 我说我说 爸 爸 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 那会儿这小花特别为难 我骂他了 真的 爸 我说他了 你都知道 我这怕您生气我就没说 你说你 爸 别急别急 我就怕您急 爸 你说了 坑爹啊你们 爸 爸 爸 你别激动 您好像没有孩子们解释 是 爸 你别着急啊 爸 我们不理 爸 您千万别生谢吧 您您您您 老周 爸 不是您哪来过 喂 老几位跟这儿聊什么呢 我一二位都已经听见了 伯父 您看 谁要是来的 不是 你干吗呀 我给多数带嘴了 伯父 您看看 给您带了两瓶酒 晚上咱俩俩喝点 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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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病了 心脏病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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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我爸 快快快快 快 千万别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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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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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点啊 赶快派两车来 我这儿有一心脏病了 别说了 你犯心脏病了 快点 你犯心脏病了 医生脏病了 一样的彼此 只是多了几个花白骨子 寻生苦苦养大几个孩子 一家人住着一栋房子 虽然没有家财玩玩的影子 生不起便就要有个好生 这一天一天老了我也不能甘愿寂寞 这心里的事我可不想这么憋着 那鸡毛蒜可说不清到底是谁错 最怕的就是守着空巢数着时间过 生活就是过日子 忙忙碌碌中找点儿哪子 就算当上皇帝老子 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 生活就是过日子 孙男的你们全是小子 有个老板陪我过一辈子 我过一辈子 其实幸福就是这可要爱 生活就是过日子 忙忙碌碌中找点儿哪子 就算当上皇帝老子 不如团团圆圆圆的一家子 生活就是过日子 孙男的你们全是小子 有个老板陪我过一辈子 其实幸福就是这可要放纵 也不过一辈子 幸福就是这款外的用户 问我很多人 都被你说的 网站 تع不过一辈子 那种男的不能够 需要再来 那种女的能力 我能够的人 有什么那种 在露 europe 只需要找你 我和你 我那种够 可能 阻生 不得